最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很嚴峻 很多人都担心急性的呼吸道出現病 尤其是對慢性病的人影響很大 我們今天都想說 如果有慢性呼吸道、慢阻性肺病的人 他們特別遇到有感染 他們發作的機會很高 如果你發覺自己咳多了 又喘多了 還有發燒 應該早點看醫生 還要注重日常清潔 要戴口罩出街 還有要搓手液 可以保持自己周圍清潔 新型冠状病毒令很多人都要留在家 又不能出街 在家裡可能屈滿 對於慢性病人來說 心情影響 日常生活也有影響 為了讓他們可以補償自己日常活動的能力 在家裡也可以做一些大讓心肺功能的活動 做一些伸展活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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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或者如果可以的話 就在自己的露台上走動 做一些大動作 有些踏步活動 起碼每一天都有些運動 另外一樣事情 留意外出的資訊 看看疫情什麼時候完結 嗯